兩岸情勢緊繃 日前國防部長邱國正自爆睡不好 國安局長蔡敏燕肩負立院備詢時 也被立委關心到這睡眠的品質 至於中國兩會政協閉幕 通過政治決議定調對臺論述為和平統一 也是二零一八年來首度明文寫出 蔡敏燕表示 中共對臺政策基調維持合同 並也提醒中共對臺 將持續實施硬軟兩手策略 達到通戰和焚煌 青山海域陷入爭端兩岸情勢緊繃 日前國防部長邱國正自爆睡不好 甚至傳出週末也去橫山指揮所 了解共軍動態 讓國安局長蔡敏燕也被關心睡眠品質 但蔡敏燕指出 近期未見臺海局勢升溫或異常 引起立委之一 沒有兵兵站委的 沒有兵兵站 兩人都不緊張嗎 國防部依照他的職責 對於臺海的情勢 做最壞劇本的想定跟預印 這是他的權責 我們就情報單位來講 我們看的是情報的正確度 目前看起來沒有特別 而中國兩會政協閉幕 通過的政治決議中 定調對臺論述為和平統一 是二零一八年來首度明文寫出 但蔡敏燕分析 習近平對臺基調式合同 不過武嚇氛圍也未見 中共對臺將持續實施 軟硬兩手策略 達到統戰與分化 今年十一月美國總統大選 預估出現川普拜登再度對決 蔡敏燕表示 由於美國兩黨都把中共 視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 並支持深化臺美關係 無論誰當選 美國有臺制中政策 不會有太大改變 今天必須詳細其問 特別報導